50年前的1974年3月 陕西临桐县西洋村的村民 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批碎瓦片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 兵马俑 1978年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 在参观部分修复后的兵马俑军阵后惊叹 世界有七大奇迹 秦兵马俑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 兵马俑从此名扬世界 1987年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秦始皇帝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而法国的三位前总统 包括密特朗 希拉克 萨科吉 以及现任总统马克龙 都曾经参观过兵马俑 如今随着中法两国在文物修复领域 加强合作 东方文明和法式浪漫的对话 正成为新的亮点 2024年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市 今年博物馆市的主题是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秦始皇帝领博物院外 孩子们满怀期待地 想一睹兵马俑的风采 在博物馆一号坑修复区内 文物修复专家兰德省 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医生 我们现在是来到的就是 起床地灵博物院 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 也就是我们的亲友医院 要想成为一名文物医生 除了需要熟练使用全套的 牙医工具之外 还需要巨大的耐心 去整理文物碎片 光这一件陶用的残片二百多 还不包括这么多小的 总共有二百多个残片 您怎么来看这一块 是归属于这个桃源 还是那个桃源 因为经过了大火焚烧 经过大水的漫灌 然后上边所有的斧头层 压塌了以后 底下个个都是已经倒塌了 有的隔膊在这儿 有的腿在那边 我们就根据这个方位和过洞 来看一看这一件陶用它的残破程度 以及它残破的那个导向 所有的残片它有个相互的互配性 就是两两相配吧 那么一般家庭家都是在胸前 回着胸后 凹头不平地跟一面 和凹进去跟一面 我们一看就能分到 它这个家有的前和后 残破的用头 看得比较清楚 你看这劲儿 我一拿上来 应该知道这是哪个部位 一个是耳朵 一个是鼻子这一块儿 鼻子嘴巴 还有一个像我们这个部位 所以是这就是我们在平常工作中 在修复的一个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 我看到那个坑里的那些陶俑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他们身上的那个修复痕迹 可能我隔得比较远 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把这些拼接的地方给弄得特别的自然 你像我们现在就是修旧如旧 就是保持我们秦兵马俑雕塑的艺术形态 要保持它的艺术性和历史性 在兵马俑修复中 难题之一是如何保持色彩 那么这在秦永世上目前有八种颜色 红 黄 绿 蓝 紫 白 黑 粉等等 这就是已经定型的八种 但是我们最近也要分析 比这个还要多 包括你不要说 有一些它是北里透红的粉色 还有的它就是几种合成色 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 中国蓝和中国紫 那么这个彩绘加固 只要留上我们能看到的 一定要对它进行一个加固 看看我们这个加固的颜色 比较好 而且你能看到是啥颜色 淡淡的绿色 对 这是一点绿色 也就是我们在提取过程中 所留下来的痕迹 也留下来的最珍贵的一点颜色 这个绿很好看 鲜艳 我们目前这个秦永的彩绘保护技术 可以说在世界上 已经是占了这个领先地位 2009年的6月13号 也就是第四个世界文化遗产日 秦始皇地灵博物院 开始了第三次考古发掘 那么第三次考古发掘 主要在秦永一号坑T23房 那么在这个方位 共发掘了256件兵马鱼 那么其中我们已经 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目前提取了156件 那么其中我们修复了140多件 还有一些我们正在修复 其实秦床地灵博物院出土的 不仅仅支援彩绘保护 那么现在观众其实在现场 去看的时候 最常看到的就是几种材质 一种就是我们的彩绘保护 一种是坑内的土遗址 一种就是我们通常把是金属的 其实在土遗址里面 有很多很多这种木质的遗族 那么它这个就是当时 就是我们这个阁梁在建的时候 实际上就相当于用这个木头 去搭了一个相当于搭了一个小房子 把这些彩绘保存在里面 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嬴政征集200万神 用十年时间修建了万里长城 几乎与此同时 又征掉了70万神修建阿旁宫 与之对照的是 早在公元前247年 嬴政就开始修建陵墓 总共花了39年 动用劳工和囚徒人数超过80万人 一大部分知道秦陵秘密的修陵人 后来又被调取修阿旁宫 公元前206年12月 齐义军领袖项羽 曾放火焚烧了阿旁宫 那么作为始皇帝三大工程之一的 秦始皇陵 是否也被项羽纵火焚烧 目前在第三次考古发掘中 已经发现 一号坑T23方内 大量烧成黑色的棚木 痕迹清晰可见 兵马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焚毁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 通过这个木材的研究 了解到当时的一些建造工艺 上核心就想知道什么 就想知道就是说 我们这个被火烧过以后 当时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 就是我们其实还想知道 就是历史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科技 实际上去验证 当时史书上记载的 短短的几句话 与多年前注重发掘相比 如今更注重对发掘现场 也就是土遗址的研究和保护 土遗址是个世界难题 虽然我们之前跟德国 包括我们院里头 自己也做了很多土遗址的保护 但是我们现在坦率地讲 土遗址还是保护 它有一些新的问题 比方说兵马俑 现在这个秦林博院 这个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 那么它里面大量的这种土遗址 大量游客身上有一些这种纤维 就有我们穿在衣服上的这种纤维 那么它会和空气中的灰尘结合 就附着在我们这个陶俑身上 它就可以就跟空气的水 二雅化碳 二雅化硫等化生一系列的反应 如果是天然的植物线维 它就容易生着微生物 另外我们现在在一号坑 也发现了一些 就是紫色的微生物 对于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同为文物大国的中法两国 基于文物修复的合作与研究 更具有迫切性 公书堂位于西安市户乙区一个小村落 如果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那么公书堂则是中国古代建筑 微缩艺术的绝唱 这个公书堂呢就是相传 它是创建于明代永乐年建的 距今大概都有600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能一进来的时候 更多的是感觉到 它非常精美的空间结构 我们这里的枣井的话 它有斗八枣井和斗四枣井 两种形式 天宫楼阁呢 它又是按照宋代营造法事当中 专门有一个小木作的篇章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咱们公书堂 虽然是一个明代的小木作建筑 但是呢它却有用到咱们宋代 这个天宫楼阁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建筑形式 公书堂呢 它有一幅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对联 那么对联的上联叫 法堂巍巍雕刻若得公书巧 就是在说它这个木作雕刻 非常的精美精巧 窗花的话 咱们这个就是 它不是一个整版雕刻的 它用的就是 也是咱们骨件上损某套合的 那种一个方式 就是每个小木作小木构件 跟拼搭积木一样 选了一个角 然后用这个小木作构件 一个一个拼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银联里头 它的下联叫这个 圣像意义彩绘最有道子能 它主要是说这里的油漆彩画 也是非常的精美 就像画圣无道子 琴自绘画的那个技能一样 一样的精美 我觉得工厂魅力就在于 它就是你慢慢走进去慢慢地看 当你越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凝聚了 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 传统的彩画 包括传统的这个制造的一个 就是一个典范了 是吧 然后你倒进去看 你包括它的一些 现在我们已经失传了 我的感受就是 站在里面的时候 你确实有一种 跟历史对话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呢还不像病麻友 病麻友呢这个因为关注很多 你难得有一个特别近的一个状态 但如何呵护与延续公输糖之美 则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公输糖呢它已经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微生物的病害 但凡是露出就是类似于 木色的那个地方 其实它都是病种害 产生的地方 对对对也是的 发灰发白的 发灰发白 它那些都属于这个病害 而木结构所处的环境 也在恶化 潮湿 其实就是因为它现在这个整体 不能说是地基下沉了 但是就是因为周边的民居啊什么的 它们都就是土层都在不停地抬生 还有这种自然的累积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地平 就是公输糖本身这个地面 比外面已经低出将近一米了 我们底下这个门槛的这个地方 就已经被木材已经锈掉了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支撑呀 或者是啥 都是在帮它减轻它的这个力度 让它能够就是尽量的 就是减少它这个压力 2019年10月21号至11月1号 由陕西省文保院 与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 合作举办的 公输糖游试彩画 我们生气到了 我们下期可以决定的 这个地方 全是非常 PyME 可以决定的 反对 我们现在已经有着地面就是 但是真的 这种开始 不转异的 我如果在这边 就想通常 跟这个人 我们绘安的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给 一个 想 我们下期 我 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的經驗 大家知道可能法國在這個教堂裡面 包括在它很多這個機構裡面 保留了大量的就是那種木板畫 就是木結構的一些木板畫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 另外法國這個是 咱們說是繪畫之都 所以我想在文物保護領域裡面 它關於顏料的研究 應該是做得非常棒的 所以當時就把公書堂拿出來 就是我們做一個 中法合作的一個 就是一個項目的一個選擇 那麼當時法國這個相關專家 看完以後 他們也非常高興就選擇了這個公書堂 然後是2017年的12月 我印象特別深 我們當時是到釣魚泰國賓館 當時做這個協議之後 我們跟法國就開始 跟法國的相關機構 就開始了一個這樣的合作 就關於木材 以及木材上面的彩繪的 保護的一個研究 然後我聽說您當時是這個 中法培訓班的一個現場負責人 法國學員來到這個公書堂 第一次看到這個600年的建築的時候 他們當時的反應是什麼樣子的 他們當時的反應是非常地驚訝 因為這種純粹的 沒有用一根釘子的損帽結構 層層疊疊 在上面天風樓閣的一個呈現 他在法國是完全見不到 因為他見不到 他也想像不到 在交流中 雙方分享了工作方法的不同 中方跟法方在變化調查 有一點點的差異就是我們中方有統一的 國家盟務局制定的行業標準或者是國家標準 去制定某一種病害的名稱 以及這種病害它所專屬的一個病害圖標 但是我們在跟法方的老師跟學員交流 發現他們並沒有國家層級去統一 使用的這麼一種圖標 他們都是各個修復師 或者是各個修復工作室 自己制定自己專有的這個圖標 就是拿出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的統一性 結業的時候 中法學員留下了深厚的友誼 然後我也印象很深 當時我們培養們結業的時候 很多法國學員就特別動心地跟我們講 說他們沒想到這些到中國來 就一方面是學習了文物保護的 就交流了一些文物保護的相關知識 更重要他們覺得是感受到 西安人民的這個熱情 他們在酒店裡面 就大家在一塊交流 實際上當時就想著 我說我希望你們來了 是六個法國的學員 但是可能你們會影響 你們周邊60個 600個 甚至6千6萬個人 你會用你的嘴去講述 你在中國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你跟我們交往的故事 當然還有包括你的文物修復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這個學習的過程 但是你的嘴其實 其實傳播這樣的一個中國故事 比我去要去講這個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些 2024年5月6號 中法簽訂了 中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與法國文化遺產科學基金會 關於木製遺存 與土遺址保護科學研究之合作協議書 實際上我們這個協議就是落實兩個元首之間 之前簽個協議的一個具體的舉措 對我們博物館來講 對我來講 這都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情 協議書中中 中法雙方將聯合開展 巴黎聖母院火燒木材 即秦始皇帝陵火燒木材遺跡木炭保護修復 以及價值認知研究也成為新的亮點 另外2019年的5月份 當時閃議省文物局組織了一個代表團 就到法國去加強我們一些合作 包括簽署這個公書堂的一些 茂林時刻和公書堂的一些培訓協議 那麼當時是2019年的4月份 巴黎聖母院就是受到火災影響 對 遠遠看著巴黎聖母院的時候 覺得它受損最嚴重的 就是它頂端的那個木製結構 但是這次到了這個2月份 今年的2月份我去的時候 我就很幸運 然後通過我們國家政府的 這個跟法國的這個不斷的溝通 我們當時有兩位專家 就代表中國的文物保護專家 就去參與巴黎聖母院的修復 他們當時也很驕傲告訴我說 這個前兩天那個國家總統來了 我們也沒有讓他們登上巴黎聖母院 這是我們是第一批 就中國的兩個專家 第一批的 兩位專家是登上了 巴黎聖母院的什麼位置 我們基本上就到了那個塔的那個 就是塔尖的位置 就是它是那個木塔上面 不是還有個木塔嗎 但是它木塔現在的這個整體的維修 木質維修已經基本完成了 它在那個木材結構上面有一層這個 就是貼附了一層鉛皮 就鉛的一些裝飾的就是裝飾構件 然後它那個隨著這個鉛的 往下貼的過程中呢 它這個已經開始落架 所以我們已經能登到我們能登到最高位置 對您當時上去的那個心情是怎麼樣的 其實坦率地說還是比較平靜 因為首先我們這次去的時候任務是比較明確的 就是需要參與巴黎聖母院的修復 由於這個文物保護專家的這個身份 我去過很多一些著名建築的這個頂 我還是對這個法國在巴黎聖母院的維修 這個整體工作我還是比較震撼的 不過我覺得這次巴黎聖母院整體的維修 它的這個就是速度之快 而且效果很好 另外呢就全民的參與度 包括法國專家的他的這個敬業精神 我找到了法國的封鎖 我拿了我的刀封鎖 然後清理它 然後放在我自己的頭上 1804年12月2號 法國第一任皇帝拿破崙·波納巴 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加冕典禮 巴黎聖母院在法國人心目中 也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 1844年 在法國建築師杜克的主持下 開始全面整修巴黎聖母院 他當時在維修巴黎聖母院的時候 他局部對巴黎聖母院有一些小的變化 但是他保留了大量的這個圖紙 甚至到可能一張小小的一個雕刻 石刻或者一個小的一個金屬構件的圖紙 它都有 那麼我們去它法國的文化部下屬的 一個信息中心去看這批資料的時候 非常全 那麼這些資料可能對這次維修巴黎聖母院 就提供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2015年 已故歷史學家安德魯塔龍 通過激光掃描技術 對巴黎聖母院進行了數字化採集 工業軟件巨頭法國達索公司 也利用數字資料製作了供專業人員使用的 增強現實體驗 巴黎聖母院這次維修速度很快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經費非常充足 他們給我們介紹的 它總共的維修經費是8.42億歐元 但是這所有的經費來自於社會力量 來自於社會捐款 當然他們也介紹到 就說這斯巴黎聖母院的維修 只有可能個別的專家 或者個別的技術員是 由美國來的這個自由職業者 他參與這個工作 唯獨有一項工作 就是整個教堂內部的彩色玻璃 他們是交給了德國柏林大教堂的 那個修復的一個玻璃團隊 幫他們在做 這個相當於是德國政府幫他們在做 其他的這個合作的 包括這個直保護修復的 只有跟中國政府 我覺得他這次整個的維修過程 確切是把他這個不幸的事情 轉化成一個讓大家更多了解 法國文化遺產保護維修的一個 整個全過程的一個 全流程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在此過程中 中法專家充分信任 平等對話 毫無保留地介紹了各自的經驗 比如說我們這個 就是那個木材 這個兩架結構這個維修過程中 那麼他那個建築師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木材怎麼樣加工 怎麼樣處理 我們怎麼樣去組合 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為什麼 都是損保結構 其實我們發現很多東西 他們在這個巴黎盛面 木結構上面 核心也是這個損保結構 我們也是損保結構 包括就是說 我們在巴黎盛面內部 比如壁畫的保護修復 因為它的這個壁畫 跟我們還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它是這個 歐洲的這種壁畫 教堂壁畫 那麼它繪製的工藝 跟我們就不太一樣 我們把它一般叫什麼濕壁畫 咱們國家上是相當於是乾壁畫 所以兩個壁畫的工藝 就不太一樣 那麼在修復過程中也不一樣 我們就可能更多的一些 交流這樣的過程 根據中國的這種傳統的工藝 給了他們一個什麼樣的 具體的建議呢 我告訴他 我們中國可能在這個 木製良架結構過程中 我們怎麼去修 我說比如說你們的木材上面 這個項目做好以後 你們刷不刷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 比如說上中國就刷一些銅油 或刷一些漆 那麼這個銅油和生漆 在它這個刷的過程中 本身就有一個什麼 第一個就是保護木材 不受病虫害的侵蝕 第二個也有一個這個防火的作用 但他們那兒就沒有 他就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很好 我們這個項目材質很硬 這個就不容易 出這些病虫害的問題 我當時也是一直在問他們 就是我們國家 現在建很多建築的時候 木材一定要放乾了 我可能會放好幾年 等它完全乾了以後我才用的 他們這個項目完全就是 就是潮濕的狀態下 他就直接把它放到這個建築上了 我說那你這個木材不收縮嗎 不變形嗎 不開煉嗎 他就講說 我們這個項目 應該是就是縱向有一些開煉 這個交流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不同意見的碰撞呢 客觀講呢 因為我覺得 應該沒有特別多的這個碰撞 因為呢 我們國際合作 也不是剛剛開始了 我們現在就說 專家經常去參與國際的一些會議 包括國際的一些交流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 都被我們送到國外去讀碩士 讀博士或者作為訪問學者 讓大家在跟國外的這個 就是文物保護的一些理念方法 在交流的過程中 我坦率地說是比較了解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可能更多的是 對我們過去一些未知的一些 傳統工藝的一些加工的一項目 大家可能討論的比較多 國外和國內現在很多 在材料上方法上 包括一些儀式設備 我們中國現在不差 我們現在儀式設備 走到國外的時候 這個好多外國專家告訴 你們到我們這兒來 那其實你們中國 現在每個實驗室都非常的棒 目前我們的文物保護 可能相比國外的一些差距 我認為可能我們的基礎工作 做的還是不夠扎實 就像我看到杜克的 那麼大概有四五個房子 全是他關於巴黎盛面 這個維修圖紙 就是馬克龍舉辦了一次 那個堅頂的設計大賽 對 有很多有很創新的方案 但是最後還是選擇 那個最傳統的方案 您怎麼看待這個選擇 可能在大家心目中 說巴黎盛面要恢復成 被火燒之前的巴黎盛面 這才是每一個 就是法國人心裡 就是他覺得 巴黎盛面就該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一號坑 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也想 把一號坑去改造 但是很難 為什麼很難 一號坑的建築本身 已經成為很多人 對這個兵馬俑的一個印記 就很多人可能小小的說 在那照著照片 兵馬俑一號坑 就是這個樣子 可能我覺得還不是中國人 這是世界上很多人 對兵馬俑的一個印記 所以說說 我覺得巴黎盛面 同樣是這樣的問題 畢竟這個傳統的 才是最永恆的 實際上巴黎盛面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跟我們國家是一樣的 對兵馬俑的事 就是他們一號坑的 在那邊 是一個登記 因為我已經是有所謂的 是很有型的 是一個是在那裡 是一個是在那裡 所以說 我現在要在那邊 對兵馬俑的事 對兵馬俑的事 就像在那裡 就像其他人 對兵馬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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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是一場坑的事 就是那種事 就像是一個 那種事 這一個有型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